母亲节没钱买礼物 就认了吧 怎么又抢了呢 但是下面看到这家人 今年的母亲节是特别的悲伤了 台中有一位怀孕四个多月的老师 他三月的时候到妇产科 去做这个羊膜穿刺 结果产检之后呢 突然发烧送医急救 但是呢小孩子已经没有了心跳 那么后来呢他们只能够迎产了 妈妈后来也因为败血症过世 倒是这位老师的妈妈 一夕之间失去了宝贝女儿 跟肚子里的孙子 痛哭非常的难过 他质疑是医师的手术导致了感染 就是这家妇产科诊所 帮陈小姐进行羊膜穿刺检查 发生了细菌感染 最后不但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 就连陈小姐也因为大肠感菌感染而过世 陈妈妈很自责 质疑妇产科医师的手术 引发了感染 究竟事件发生在 今年的三月七号星期五 大量老师陈小姐到了妇产科诊所 进行羊膜穿刺之后 还到学校上课 但隔天开始发烧不退 到了中日凌晨 家人把她送医进行急救 但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没有了心跳 只好隐产 事隔十天 陈小姐因为败血症过世 患者因为羊膜穿刺不幸过世 当时操作的医师也很自责 医师澄清 羊膜穿刺 本来最高就会有千人之三的风险 会导致流产或死胎的问题 做了二十多年了 从没发生过意外 原本是期待家里新生命的到来 但最后却演变成了母子双亡的悲剧 让家人难以接受 记得韩志兴许家师台中报道